10岁女孩惨遭毒打 雷厉伤痕及其各方关注 竹棍 镰刀 加钱 虐打之人为何如此狠心 虐打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形 幼小的心灵能否拥有温暖的怀抱 小雨找妈妈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6年5月31日下午 一张微博截图在四川省大竹县的微信朋友圈疯传 照片上的女孩叫小雨年仅10岁 让人们揪心和愤怒的是 小雨浑身全是伤痕 而且全部都是被人殴打所致 她就是小雨 被送进医院时 小雨的伤情让检查的大夫都有些难以置信 嘴唇 瑟特 耳朵 还有全身的 包括腹部 回应或到下肢 多处的那种 随其穿着伤 挫伤 屁股等 部分还有很多的生意 通过检查 医生发现 小雨全身共有几十处伤痕 遍布面部 上体和下肢 而且许多地方都是心伤压旧痕 显然是受到了长期的虐待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对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 进行如此恶毒的伤害 实在是令人发指 而且小雨的伤并非是一朝一夕所致 到底是什么人又是因为什么 对一个幼小的孩子吓死狠手呢 这么长的时间里 怎么就一直不为人所知呢 这里是小雨就读的 大竹县皇家乡中心小学 她是三年级的学生 2016年5月30日是星期一 第一节早读课时 当班主任林老师走进教室 坐在第一排的小雨 引起了她的注意 因为马上就上课了 林老师没来得及细问 可是当第三节体育课时 放心不下的林老师发现 情况越发有些不对 林老师带着小雨来到了办公室 当撩起小雨裤腿时 林老师被吓了一跳 当时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 林老师就拉下了小雨的长裤 想看个究竟 而在询问小雨的过程中 林老师还发现 小雨吐字不清 说话非常困难 班主任林老师说 这并不是小雨第一次带着山外上学 以前老师问起 小雨每次都说 是自己不小心弄的 然而这一次的情况 显然比以往要严重得多 在林老师的严肃追问下 小雨先是闭口不言 但终于她还是说了实话 林老师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管教孩子 于是她赶紧报告了校长 在小雨被送到香卫生院后 小雨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的主任 也闻讯赶了过来 看到如此严重的伤情 杨主任当即就报了警 下午 小雨被带到派出所进行验伤 当晚 民警就对小雨的妈妈姚东青 进行了行政拘留 并且在其家中 搜出了她对小雨进行伤害的 竹棍 夹钳 镰刀 以及用来罚贵的 带钉子的板凳 和捆绑的竹椅 而公安局最后的验伤结果 也让人震惊 小雨全身共有60多处外伤 其挫伤面积达15% 经鉴定为轻伤一级 一个安逸所很看 是哪一个打的脸 妈妈 妈妈为何要打的 为了提供 没回家吃饭 没回家吃饭 就因为那件小事 妈妈打的 妈妈是哪个打的 妈妈困到椅子上打的 还困在椅子上啊 弄啥子东西打的 我妈猪肉棒棒 架钱粘刀 小雨告诉当时采访的记者 舌头是被妈妈用钳子夹的 耳朵是妈妈用剪刀剪的 双腿和背上的伤口 是妈妈用钳子和镰刀戳的 那么小雨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里 这里就是小雨家所在的小区 二楼的这一户就是小雨的家 小雨一家是三年前才搬到皇家乡的 父亲在煤矿工作 母亲在家务农 大姐已经出嫁生子 十岁的小雨排行老二 还有一个九岁的妹妹 这位就是小雨的爸爸唐一超 她说孩子这次挨打 起因是5月27日那天中午 小雨没有回家 一直到晚上 夫妻俩才在大街上找到了小雨 唐一超说 他们发现小雨有拿别人东西的坏习惯 5月27日那天 小雨上学时又拿了同学的零食 被他妈妈姚东青知道了后 小雨中午就不敢回家了 他今天这上班里一直手 那你开拿着那你开拿 那个真的是着急得很 三天两天了 老师有多少时候打电话来 喊他不要客套背给的 不要客小雨摸就摸手的 他专门去摸就摸手的 所以当天晚上回家后 姚东青就把小雨绑在竹椅上 进行了殴打式教育 一心想让小雨改掉这个坏习惯 我的什么呢 打他反正是教育 我也会他好 那么小雨真的是个品行恶劣 不听话的问题孩子吗 应该还是多开朗的 老师说还是多听的 在教育表现的下成绩还可以 小雨有拿人东西的坏习惯 这一点林老师也没有否认 而小雨的父亲说 小雨母亲之所以多次打小雨 就是因为小雨拿了别人的东西 那么作为父亲的他 看到妻子如此殴打孩子 为什么不阻止呢 父亲唐一超说 27日当晚他还抢走了姚东青手中的家前 但是姚东青责怪他 就是因为他老护着孩子 孩子才变成这样时 他就没办法再说话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是因为啥子 他才会 其他人家的东西呢 至于小雨为什么会拿别人的东西 父亲也说不清楚 但是从周围邻居们的议论中 我们却能推之一二 小雨拿别人的都是零食和饮料 这样看来原因很可能是在家吃不饱 小雨住院期间 区委会主任杨英一直在照顾小雨 在她看来 小雨母亲打人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但让人奇怪的是 母亲姚东青对小雨的妹妹却全然不同 邻居们说 姚东青对待姐妹俩态度迥异 家务和农活也让小雨做 手脚慢点就会挨打 她那个妈妈平时把她两个女儿牵起出来 她衣服是穿起的 你看不到她是伤 她平时牵起出来一边牵个女儿 要女儿喊得多甜 你不可能认为她是留待你后人的妈妈 虐打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段十年前的往事揭开谜底 管教不是伤害的借口 这个妈妈将会面临法律怎样的惩处 年幼的小雨谁能够给她关爱 小雨找妈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那么同样的两个女儿 姚东青为什么要如此区别对待呢 此时父亲唐一超却提起了一段 十年前的陈旧往事 2006年唐一超和姚东青在福建打工 之前姚东青的前夫因为胃癌去世了 他带着大女儿和唐一超生活在一起 可让两人苦恼的是 姚东青一直没能再怀上孩子 可没过多久 姚东青却真的抱了一个刚出生几天 期待都没有结痂的小女婴回了家 那个被捡回来的孩子就是小雨 而当小雨长到一岁多时 姚东青居然怀了孕 又生了一个女儿 得知小雨的这段身世 让邻居们似乎有些恍然大悟 难道小雨被虐打 就真的是因为她是捡来的孩子吗 但是对这种所谓的教育方法 老师和邻居都不认可 小雨被虐打的事曝光后 受到了大竹线许多热心人的牵挂和关心 当时对小雨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是一言不法 向党委和居委会的女同志组成了爱心妈妈团 六个人在医院24小时轮流看护小雨 但当时的小雨对许多闻讯而来的陌生人 似乎都充满了警惕 随着爱心妈妈们的开导和陪伴 众多爱心人士的安慰和关怀 小雨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 出事后的第三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 很多人来医院看望她 六个爱心妈妈也都来了 在小雨住院期间 附近唐一超曾经来看过她 而对自己生活了十年的家 小雨却显得很恐惧 七天后当小雨出院时 她终于出现了这个年龄的孩子 该有的活泼和开朗 小雨出院后 在爱心妈妈家里住了两个月 身心恢复了很多 2016年8月25日 大竹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 姚东青故意伤害一案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小雨的妈妈 出庭受审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李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真的很可怜 她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十年 可以说是饱受虐待 那孩子的这个所谓的妈妈 我想问您 她毒打孩子的这个行为 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从这个案件的情况来看 那么如果说这种毒打 没有到达这种轻伤以上的这种程度 那么根据这些情况 它也是一种长期的情节比较恶劣的 一种虐待行为 要依照虐待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说这次的毒打 已经达到了轻伤的这种程度 那就应该按照故意伤害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像小宇这样小 比如说孩子在家里遭受虐待了 他因为年龄小 他不能保护自己 那应该谁来为他们伸张这个权利呢 你比较说学校 幼儿园 居委会 村委会 还有一些这个福利机构 救助机构 如果你发现这个未成年人遭受了家庭暴力 或者疑似遭受了家庭暴力 那么你就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 那么由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置 你像在这个案子里面 小宇所在的学校老师 过去曾经发现过这个孩子身上有伤 但是一问呢 他又不说是挨打的 那么在这个过去呢 对于这类的情况 法律没有规定 那么现在我们反家庭暴力法 就明确规定了 学校 幼儿园 即使说像小宇这种情况 我不能判定他是不是家庭暴力 但是他疑似家庭暴力 那么你也应该去报案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法律 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保护 抚养小宇十年的爸爸妈妈 竟然并没有办收养手续 因为原来这个家庭 它是收养他 没有通过我们正规的法律图 来收养他 许多爱心人士纷纷提出 想要收养小宇 当时看来的 好像我养的水就出来了 我就好像来领养他 那种地 我也是十多家庭 小女孩露出久违的笑容 她能否找到够资格抚养他的妈妈 小宇找妈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管教的方式并不能成为 肆意伤害孩子的借口 最终法官当庭宣判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姚东青有机徒刑 一年九个月 也是在这时 人们发现 姚东青夫妇并没有去民政部门 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 而只是给小宇上了户籍 姚东青长期虐待小宇的事实曝光后 大家都认为这对夫妻显然不适合再继续抚养小宇 与此同时 许多爱心人士闻讯而来 纷纷表示愿意收养小宇 但是根据我国收养法规定 对收养关系的确认 有着严格的条件要求和程序审查 当初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 对小宇姚东青和唐一超三人 进行了DNA比对 确认无血缘关系 后经公安机关查找 也暂时无法找到小宇亲生父母的信息 但是要给小宇再找个合适的人家 姚东青夫妇与小宇的关系 是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于是2016年9月底 小宇作为原告 黄家乡街道社区居委会 作为法定代理人 起诉到法院 要求依法确认姚东青 夫妻收养小宇的关系不成立 11月4日开庭这天 已经开始服判的姚东青也来到了法庭 姚东青夫妻俩坐在了被告席上 我们的受养法在98年修订了的 修正过后 他就存在着收养关系就要看在民政部门是否办了收养登记 如果民政部门人没有办了收养登记 那么他的收养关系就是不成立的 小宇已经10岁了 收养法明确规定 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最后法官当庭宣判 确认小宇与唐一超姚东青的收养关系不成立 法院有个明确的判决 他们才能够依照法院才能继续收养 或者是有福利员收养 那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再为小宇去找这个收养人的话 我们知道他一定要符合很多条件 那到底都有什么条件 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根据我们国家收养法的规定 那么你要是收养 首先从实质的条件上来讲 你必须要收养人 送养人 被收养人 都有各自的条件 你比方说 这个收养人也必须要符合法定的条件 你比方说 必须是有这个抚养教育的能力 另外不具有这个 妨碍这个抚养的这种疾病 收养形成收养的这种疾病 再一个你要年满30周岁 如果假如说你要是男性 你要是说这个收养异性的话 那你还必须年龄差要40周岁以上 另外你如果是夫妻收养 那你必须是共同收养 送养的时候也必须是孩子的父母共同送养 等等这一系列的实质性的条件 那么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 你还必须到民政机关收养登记中心 你去办理这个收养登记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合法的收养关系 此时的小宇已经在大竹县福利院 居住了快三个月 小宇看上去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另一方面 乡政府也在为小宇筛选合适的收养人 县区广州的周女士一家 表现出了极大的收养医院 也是经过乡政府考察后 认为情况不错的收养人之一 11月中旬 她带着儿子专门来到福利院 看望了小宇 我一直来本身就很喜欢女儿 也很想养个女儿 在大县那些亲戚就看到她 报道那个小妹妹的新闻报道 也觉得很可怜 而且也觉得年龄各方面 刚好是我们想找的那个阶段 这是我的儿子今年17岁了 所以我觉得年龄相近 可能很多的共同语言会多点点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 在年龄的女儿的话 我的小娃娃就是两个 就是儿子跟女儿都是同样重要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两个 以后两子们的关系非常好 相亲相爱 周女士说她就是达州人 当初看到小宇的报道后 就非常关注 家里的亲戚前后来了四次 看望小宇了解情况 我父亲已经过来了13次了 觉得他很乖很有灵性 而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小宇 所以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讲了情况 我就把他哥哥的照片打给他看 他就很希望 我说如果是一个回广州 喜不喜欢 他说习惯他说可以 他当自己很开心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 而经过这几天的接触 小宇和周女士一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觉得那两天我跟他相处 我觉得还行过 也很开朗活泼 他的心理上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创伤 就是说我就希望我会给他一个温暖 愉悦 开心的一个家庭环境 我觉得他很快可以忘记过去 11月22日 在黄家乡街道居委会办公室 杨英代表居委会和周女士 签订了为期半年的寄养协议 这样小宇可以先跟着周女士 回到广州生活 适应环境 同时周女士向民政部门 递交了相关资料 民政部门正在按照收养的法定程序 审核周女士的资料 核查周女士是否具备收养人条件 完成后 才能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 签完寄养协议后的第二天 记者跟随法官来到了达州市看守所 给姚东青送大判决书 那就是养他那个斯大连 那就是被养了 你也不叫被养吗 那那时候有人养他 也就必须办理核手续 那我还就是承认说 我们以为啥养了个酒 就说那次打了 他不可能刚快就来过了 以为啥到时间我去办了 万一别个先比我办了那怎么算 我就很简单 十周岁 真正他本日的医院 姚东青一再问起小雨 好像特别担心孩子被其他人先领养走了 姚东青不识字 只能让法官给他宣读判决书 可是当他听完后 似乎意识到孩子可能从此再也回不来了 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雨跟着周女士到广州生活了两个月 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家庭和新的学校 在当地有一句俗语叫黄金条子出好人 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 意思都是好孩子是被打出来的 在采访当中 姚东青也一直对记者强调 说自己从小就是这样被父母打大的 他并没有意识到虐打孩子 是家长教育无能的表现 同时也会给孩子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我们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收起黄金条子 收起棍棒 去寻找科学的教育孩子的方式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松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